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办法登陆的就是朱云豪 朱云豪在之前的比赛呢 他的左手就是惯用手 绿翔在防守他 走一个under 在一个掩护之后 变成一个大打小在进区 以他NBA的资历 还是能够帮助球队的 带两步之后底线的跳投 小黑没有篮板球 第一篇Arteno大叫一声球进 但是并没有效果 第一板球Arteno接到 周云翔在第一线先犯规 快攻的次数非常的平凡 他的防守团队的意识是比 Arteno再三个星巴 但是真的守不住工程师的进区 是完全行不通的 太强的假动作 好应该 第二球罚进 Arteno Arteno这个进区的大转身 面对脖子 左手挑篮 张博伟 三分外线出手Arteno 今天双塔的第一个外线 包夹准备过来 所以星巴转移 最后是田浩 剩两秒钟 出手没进 Arteno抓到进攻篮板 有 上半场 也适时地协助队 哇 田浩 这就是一个年轻球队呈现出来的 不管是第三节一开始 还是刚刚这个暂停过后 回来的都是失误啊 Arteno向前带一步之后 这球抛向篮框就对了 从防守端看起来 其实工程师有很多 大家不一定在数据上面看得到的地方 是做了非常多的 比较不想看到的画面 没错 还蛮不应该的 今年他其实打得很低迷 林博豪给换上来 林博豪在礼拜天的比赛 对 他决定要自己打了 要把胜负扛到自己的手上 被星巴盖火锅 比赛结束 哇 最后这一波 对钢铁来说太可惜了 星巴盖后面 还直接向太强呛声